原道而来的封兵吉朗阿善实验学校 吉父李永丰国小 以阿美族传统报讯息 为正要揭牌的贺钢 苏国兰系阿美族实验小学带来祝福 洗澡期待实验小学正式成立之后 让学生能够将阿美族传统智慧 跟基础学养学以致用兼容并蓄 今天来我们修布拉阿美族实验小学的 很大的一个初衷 然后带着这个跨文化的观 然后面对世界 原明慧指出学校形态 原住民族实验教育计划 从105年推动至今来到第5年 目前已经横跨10个直辖县市 10个族群32所学校 另外原住民族学校也正在 如火如荼的草拟当中 实验学校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让我们之间的原住民的传统文化 能够融入在学校的教育当中 把原住民的生活 记忆 智慧 能够融入在学校的课程 实验学校是根据教育部的实验三法 来执行的一个实验学校 那至于原住民族学校这个部分 因为目前还是草案 还没有通过 当然我们很希望就是未来 也朝向以后是民族学校这个方向 校长表示 阿美族传统文化符合多项SDGS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跟目前世界推动永续概念相符 未来将以民族知识 民族文化 民族记忆 及民族科学四大主轴 让孩子理解自我文化认同 进而培养国际观 跟世界接轨 原始新闻 在罗比斯 花令瑞瑞 采访报道